二代的人就坐在这边 他们自己的一代 但是他往往都喜欢介绍那些大人多地式的 人家介绍而已 你是不是误会了 那些人很害怕的 那你当时怎么想呢 我不是那么向往 去抱一堆有钱人那里 因为我去外国读书之前 我的朋友 都是学校里面的同学 不是说个个都有钱 就是大家都不同的 这些身世 世人皆知赌王最重何超穷 一直将她视为接班人对待 其实对何超姨 她也是视若珍宝 与何超雄不同 她对何超姨的爱 不掺杂利益成分 是纯粹的 透明的 不加掩饰的 何超姨是赌王何鸿燊和二泰兰穷英最小的女儿 俗话说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何超姨便与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 她不在自家企业上班 从小就非常喜爱演戏与唱歌的她选择独闯娱乐圈 何超姨也是何鸿燊最叛逆的女儿 非常敢说话 做事也非常特立独行 因为性格和为人处事都与赌王年轻时非常相似 所以何鸿燊非常宠爱她 总是会想要多帮助一下这个女儿 支持她的事业 但她却不想依靠父亲的权利 她表示 我是勇于接受新尝试 我做事的态度就是 扑街不用怕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我就遵循这个宗旨 用这个心态在娱乐圈生存 这个想法给我勇气去做新尝试 即使我扑街 我都会笑着扑 我决定做娱乐圈了 我是先唱歌的 对了,这是我的职业 我很有信心 其实当初你怎么会有这个 这么早就这么年轻 已经有这个决定了 我小时候已经发明星梦了 发歌星梦 那呢 我觉得是好词 是不是好词 很坦白的说得很厉害 有个师傅跟我说 试试 发明星梦 你不发 你发要发最大的明星梦 是真的 即便如此赌王还是有在背后偷偷帮他打通关系 所以何超姨在20岁的时候就以歌手的身份进入香港娱乐圈 他的歌曲《蜜月套房》 梦在从前等让他出道不久就获得港台最有前途新人奖等 因为本身叛逆的个性 再加上赌王女儿的身份备受瞩目 之后何超姨开始演戏 他参演的《蛊惑女2》 《罪与伐》 《千奇变》等多部剧 更是在2004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 不过这些角色虽然出彩 但大部分都不属于主流商业作品 所以何超姨也没能凭借这些作品成为一线明星 很多人都好奇何超姨出生于《赌王》这样的超级富豪家庭 却选择违逆父母 去当一名艺人 染着夸张的发色 抽烟 玩摇滚 还拍电影 说话大胆又不找编辑 为什么要放着家族企业不干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其实这一切都因为他的成长经历 何超姨在采访中直言因为家族原因 他从小便昏迹在上流社会中 但他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 所以他非常讨厌那种被束缚的感觉 他非常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吃不饱的饭局 也无法接受周围人的奉承和假笑 所以对于母亲蓝琼英的教育他非常抵触 他认为那些礼仪束缚了他的天性 认为那些礼仪只是一种炫耀自己高贵的方式罢了 他看透了那群有钱人正经下的虚伪人性 便越发厌倦了 为了摆脱母亲的魔爪 何超姨逃去加拿大留学 为了给自己赚生活费 他便去学校食堂兼职 也是在这个时期 何超姨结识了一群娱乐圈里的有志知识 改变了他的想法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 成为艺人 在他眼里这群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也不需要被定义 每个人都有可能完成自己的梦想 何超姨成为艺人的决定 在当时的狗王家族看来十分荒诞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 曾经妈妈有跟我说过 要不要回去念书 他觉得 他觉得我在香港半红不黑的 其实他是替我担心 他也怕丢脸 所以他说不如你走吧 以后不要回来 很丢脸 那其实从他那天跟我讲完以后 我一直就更认真 更认真的去学唱歌 众所周知何鸿燊有四方太太 而且他们为了争夺家产斗得不可开交 从小讨厌家族斗争的何超姨对其他访的人非常反感 甚至直接在采访中说何太太只有一个 其他都是爸爸的女朋友 那个时候李婉华已经去世了 何超姨的意思就是何太太只有蓝穷英 何超姨说话一直都是直来直往 在何尤军大学毕业后因为在内地参加综艺节目而大红大紫 当记者问到何超姨对弟弟何尤军的看法时 何超姨直接说我们不太熟 还说自己的弟弟只有一个 那就是何尤军 我们不太熟 有时候会看到在活动上看到 后来有人问到梁安琪对于何超姨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梁安琪也是高情商回复当他是小朋友乱说话而已 这个回答也是令全场佩服 对于何超姨 何鸿燊曾无奈地表示到 我的话他永远是一件接受 态度照旧 你们喜欢何超姨吗 秘密给大家听 我整家的人为什么我这么欣赏这些人呢 因为我整家的女人 全部都是女人来的大部分 都是你说的那些 然后我一说话就 真是给我这样的眼神 我的妈妈 因为看到骚髒东西 骚髒东西 是很认真 不是跟我玩的 但是觉得好妻子